环游欧洲第十国,芬兰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这里不仅有赫尔辛基大教堂,西北柳斯公园 这里更有我读过的书,走过的路 可是没有我爱过的人哟 22年后重返芬兰,各种回忆涌上心头 我们还特意跑到赫尔辛基机场去 回忆了一下我在芬兰迈出的第一步 我现在全想起来,我当年就从这个口出来 第一次到芬兰来上去 出来以后,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边这个 一点都没变,二十多年了,一点都没变 这个绿色的布景 然后有一个学校的司机,就跟对面那大哥似的 也这样大胡子胖胖的 然后举个一个牌子,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后我还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跟他说 It's me 然后他把我接走了 我就展开了我人生的芬兰之旅 太美好了这些回忆 也去到了赫尔辛基的中央火车站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不同校区的课程 所以赫尔辛基的中央火车站 也是我来来回回频繁进出的地点 就是我原来等火车的时候 有时间多,外面又特别冷 就到这商场里面去逛 什么也不买,就为了取暖 然后再进火车站 来到赫尔辛基大学 曾经的图书馆被一座全新的建筑取代了 曾经上课的教学楼 也因为装修 被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 面目全非 只剩下赫尔辛基大教堂 窥然不动 时隔22年 让我再拍一张同款照片吧 虽然很多建筑都改变了 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耳畔时时想起的芬兰语 还是一样的亲切 芬兰人是出了名的社交恐惧 但是如果你能多给他们一点时间 和他们熟悉了的话 也能看到他们非常可爱的一面 是的,在芬兰语中是yo 如同英文中的yes 当他们认同你的观点时 他们会说yo,yo 当他们特别认同你的观点时 他们会说yo,yo 就是在两个yo中间 深吸一口气 同时还要睁大眼睛 来强调他的语气 你们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我每次都是想笑不敢笑 坦白讲 赫尔辛基与其他几个 北欧国家的首都相比 他既不惊艳也不热闹 但这恰恰就是芬兰人的个性 内敛而安静 但是如果您想去北极圈里的圣诞老人村 是一定要途经赫尔辛基的 好吧,我只能帮他们这么多了 好,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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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散会